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有网友发现碧莹仍是张丹丰公司的法人和控股人 这么长时间没有将股份还给红星 这说明张丹丰仍带给碧莹打工 所有的开支也都是经过碧莹的手 这样说碧莹并非是辞职 只不过转到了幕后 张丹丰即使在澄清碧莹没有将钱转移走 但迟迟不还股份这事的确很让人多想 而媒体用这番爆料更加证实网友的猜测 辞职是假 而红星趁着有话题时也频繁亮相捞金 这一个多月也接下了不少代言 出席了不少活动 哪怕友情出演 环境很差他都会接 所以和张丹丰合体秀恩爱 录制综艺节目的可能性也很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荧的物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